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antino 郭政彤 大眼 今天我們就要說 何韻詩疑似想回內地發展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BBC多年前拍攝了一個玉華兒童節目 最近在澳洲播放 引來極大的迴響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再之後就是一些外國的政要 竟然在周庭和傑斯被捕後 都通通發出一些聲明 我們稍後看看 再之後就是 有一個屯門區的區議員 正式晉身成為小說家 他最近就作了一個 老屈警察的故事 但是被踢爆了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就是 又有一些涉嫌的皇冠 放生了一些 在搞事現場當場斷政的人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最後就是 美國正式宣佈 退出了這個開放天空條約 除了引來俄羅斯的不滿 還引來 他自己的盟友不滿 我們最後就說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新開的Facebook2.0專頁 首先說這個皇藝人 何韻詩 疑似秘密在內地發展 何韻詩在香港就不太紅了 以前都 並不是一線的明星 他長期都是帶著 梅姐的徒弟的江環去娛樂圈發展 近年他就積極轉型 想利用政治的表態 來爭取一些年輕人的市場 最近就有內地的網民發現 內地一個音樂網站 竟然有何韻詩的專輯和歌曲可以聽 例如有一首代理白頭 世界變了樣這些歌曲 其實我就覺得 何韻詩如果想在內地發展的話 你這些歌曲可以改改名 例如代理白頭可以叫做代理送頭 歌曲就是描述你們 如何騙你們的手足 出來送頭 而這個世界變了樣 可以改成這個世界變了輪樣 內容就可以說一下 你們這群黃人怎樣輪流 令到這個世界變了樣 說到這裡 就不得不讚賞內地的同胞 因為內地的同胞 民族意識確實比我們香港強很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內地的網民在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就紛紛走到這個音樂網站留言 質問為什麼可以被這些港獨人士的歌曲上架 這樣會影響年輕人 在網民的檢舉之下 這個音樂網站就把所有何韻詩的專輯和歌曲都下架 其實這件事也可以證明了 很多事情 就不如黃人所說的有政府的干預 其實政府都沒有干預這些問題 但是政府不干預 你不要以為可以秘密進入 你怎麼過得到人民這一關 之前都有版你看 好像大黃人 秋生 他自從2014年公開支持佔中 將事情 反過來說 之後呢 就受到我們14億人民的唾棄 秋生當然是轉而求其次 去台灣發展 他找到這個台北市政府投資的宣傳片去談 想說幫這個台北市政府拍宣傳片 那麼秋生哥那方面呢 還開價要到60萬一條 喂60萬台幣還是60萬港幣呢 是60萬港幣 所以別人覺得貴 拒絕 不跟你拍 但是相反 美國人的豬肉有瘦肉精 台灣那方面都因然接受 人家似乎覺得你還不及一塊豬肉 秋生哥 難怪秋生哥這麼討厭豬肉 連拍戲都要找豬肉來玩 蔡蔡子你都不要那麼瘋了 人家秋生哥都說了都是影帝 不斷收你那60萬 其實很小事 拍條宣傳片 你就當給了大眾黑衣 況且影帝他自己都說到 他五年沒有收入 現在又以淪落人的身份移民去台灣 又說準備入籍 不過台灣的網民就表示很歡迎 還說最好何韻詩和杜汶澤都一起移民去台灣 說到杜汶澤 其實杜汶澤以前也有很多內地的粉絲 不過他自己 就衰多口 口沒遮難 之前也在網上 跟粉絲 又罵戰 又笑國內的網民 說他們沒有錢 只是有看電影的錢 再加上杜汶澤的政治立場 大家都很明白 得罪了國內的市場 甚至連他之前有份拍的電影 都要刪減了他的氣氛 才可以上到畫 其實他們這一群藝人 都有些共通點 例如在我們香港 有很多觀眾都不想見到他們 因為他們的個人操守問題 有時候說話又很口臭 在內地更加是神真鬼厭 因為他們的思想出了問題 他們想去歐美地區 荷里活那些發展 就更加不用想 這個就是實力問題 再加上你又沒有什麼名氣 唯一只剩下台灣這條出路 所以他們就選擇了反中亂港的路線 去博同情 以為這樣就可以增加到自己 台灣發展的資本 例如那些曉文安 黃中曉 那類的藝人 你們可以安心去那裡發展 你們的黃色娛樂圈 再不是你們可以等周庭出冊 等他可以帶你們去日本發展 那說到尾 秋新哥你的電影都OK的 你又不是沒拍過三級片 實際輕就熟 接下來由我講三宗 外國的勢力對我們香港和中國的事務 多口指尖點點的新聞 第一宗就是 話說英國BBC台 就曾經做過一個 兒童的歷史節目 就在他們的CBBC台出 這個節目澳洲曾經轉播過 最近 因為我們中國和澳洲的貿易關係比較緊張 在網上就有人再拿出來 澳洲當地的華人就非常表達不滿 那個節目是什麼呢 那個節目就是 名字叫做Horrible History 就是 講一些 這個世界不同古文明的 歷史節目 說應該是 持平地講歷史 但其實就藉著這個節目 在一些白鬼 在爺語和侮辱 這個世界的古文明 除了中國之外 也包括羅馬 和古埃及這些地方 最近講我們那集 就是其中一個主持 穿上一套衣服 就扮武則天 就扮代表唐朝 然後在節目裏面 就吃這些 假的蟑螂 竹鼠 黃蜂幼蟲 駝蜂肉 和紅肉 就在這裡串 中國人的飲食習慣 侮辱我們中國人的飲食文化 澳洲當地華人 也都 強力地譴責 要這個 轉播這個節目的澳洲 ABC台 要道歉 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都有一件事知道 如果看過西片 就是 荷里活經常拍的西片 如果是來到中國取景 就一定要講一些 山峰 那些很古老 很落後的地區 拍我們香港的景 就一定要拍我們最地蹲 最爛 那些貨船也要爛 搬運地區也要爛 拍我們那些人 拍到最低層次的街市 那些人的行為要炒炒辣辣 那些地方也要很骯髒 拍我們吃香港的東西 就一定要在街上 那些摺桌 摺椅 一定是要拍到 熊熊爛爛的 可能他們 外國人就會說 這些是香港特色來的 喂 這些不是香港特色來的 是你們 藉著藝術角度 我拍香港特色的時候 就侮辱我們文化落後 其實 無論中國也好 我們香港那些 美麗的現代那些人 你又不拍出來的 你就在那裡 鑽翁鑽 找一些最醜樣的 拍出來 然後白人就自我感覺良好 看看別人的東西 多麼爛融融 多麼落後 這樣 其實就是 你整班人都打算白人 自我感覺良好 現在呢 又燒到我們飲食文化 喂 就是 你好玩不玩 你不要 你不要找飲食文化 出來玩 你這班白人 口裡說得 巴巴巴巴巴口裡說 不身體卻非常之誠實 我們中國的飲食文化 串點這樣說 真是征服全世界 你這班白人去到那些唐餐館 尤其是這個世界有很多唐餐館 有些其實 在我們中國人的角度 其實在外國那些 真的不是那麼好吃 但是不要緊 他們適合 吃了那些酸甜骨 咕嚕肉 然後又吃到 然後吃炒飯炒麵 很普通的嘛 普通的蛋炒飯 油黃炒麵 最多加個鐵板 給你撒撒撒 然後那些鬼都 拍了手掌 耶耶耶耶 然後吃叉燒 為他們吃叉燒 又老又閒又不入味 但是他們吃到 嘴唸唸唸 我們還要收到鬼才這麼貴 他們不認識 他們就照樣給貼士 他們很開心地走 你們這班白鬼 懂鬼吃嗎 我說白鬼你們的 美國佬 英國佬 澳洲佬 我現在不說美國佬 只是說英和澳 笑我們這些飲食文化 你們有什麼飲食文化 誰都知道英國的東西 出名難吃 你們有什麼飲食文化 可言 英國和澳洲 什麼 米飯 那些什麼 牛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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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k 你們最貴的 Kobe beef 都是要借日本種來做牛扒 你不要裝作 還有西餐最有代表性最高級的是什麼 意大利菜和法國菜 首先意大利人和法國人 就不覺得你們五眼圓盟的人是他們自己人 在意大利人和法國人眼中 你們這班英國佬 美國佬 全部都是一班滿肚腸肥 吃垃圾 沒有飲食品味 沒有衣著品味 沒有文化 一班死白鬼 不是我講的 意大利人和法國人講的 就算我要這樣來對比 意大利 意大利菜 你的pasta pizza 那些餃子 Raviole 也是我們中國傳過去的 法國菜真的好吃 法國菜真的講究 但是論這個層次和這個變化 說我們中國和香港這邊高級的中國餐廳 收得貴一點的那些 論層次和變化 論到的味道 論到的深度 我們不輸給他的 不輸給法國菜的 法國菜就是高級的 法國名廚 拿到三星米奇林的那些大廚 都是拿來招待那些各國 互相visit的時候 設宴 款待政要 款待高級人物 那些都是用上法國名廚 但是 如果真的要同質類比的話 首先 我們高級的中國菜不會輸給他 如果真的要同質類比的話 我們的宮廷菜都未出來 說真的 宮廷菜我們都沒得吃 現在想隨隨便找個師傅都做不到 如果真的要同質類比 講政要級數 講元首級數 我們的宮廷菜不吃 對那些鬼佬的眼睛都凸了 算了 好玩不玩 不要找飲食文化來講 好了 再說回第二件事 說回本土的事 最近黃營那邊有個網台 的吹水佬 傑斯 真名叫尹耀星 他連同 曾碧雲和助手 利保麗 曾碧雲是他的妻子 一男兩女被人踏了 以什麼罪名拘捕呢 以金錢或其他財物 資助他人分裂國家 的罪名拘捕 這個時候外國又在指指點點 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 Kale Brown 就說他很關注這件事 我很關注這件事 因為這些行為 明顯 就是來臨紀獨屁 侵害這個人權 又是侵犯這個新聞自由 這樣 Kale Brown就在Twitter裏發言 發言裏面又說這個傑斯 是journalist 應該這樣 首先 傑斯 他不是一個journalist 他是一個吹水佬 希望他吹水佬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過 總之他今次 是一個吹水佬 比那些風水佬 我又明白美國為什麼出聲 還要出得那麼快 因為我曾經覺得 現在我也有多條理由來懷疑 就是他那千多萬 就不是真的起我們香港民間囚陋 就是他吹水佬 外國乘機泵水 所以第一時間就收到風 第一時間就出聲 不知道我這樣判斷 這個留待我們國安公署人員去查 希望早日水落石出 觀眾們有什麼看法 還有 你知道鬼佬一直喜歡搞一些 什麼奇號 道德奇號的東西 什麼我們保育 助養這個世界 什麼很慘的兒童 但是其實那些助養費 九成都下了他們的機構 在那裡的 又或者 你要助養什麼 彭林主族動物 現在多開一條義務 厲害了 助養走狗 助養我們 香港特產的小畜生 你這幫畜生 快點走啦 早走早著啦 另外還有一單 到什麼人出聲 到日本出聲 出什麼聲 就是這個6月21號 去年的6月21號 19年6月21號 黃之鋒 周庭 林朗賢 曾經圍過警察總部 那時候覺得自己很威風 然後一年後 今天就知道 三個人就認罪 那法官就判 接下來12月2號 就會判刑 日本的政界 就有出聲 這個自民黨的 內閣官房長官 加藤聖信 就在說 我們日本 嚴重的關注香港的情況 香港的 一國兩制情況 只要開放 還有這個民主 安定 我們日本 我們大日本 都很嚴重的關注 還有那個周庭 是很受歡迎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出聲 表明我們日本的立場 我們的立場 就是美國給我們什麼稿 照說 美國叫我們拿鞋 我們都照拿鞋 這樣 說真的 我覺得 第一 有接觸過日本人的人都知道 還有去日本生活過做過的人都知道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沒有自由的民族 不是說你的國家政策沒有自由 在那些人的本土文化 那些人最不喜歡 將自己內心的表現和說出來 你們是最保守的人 你們最有階級觀念 和日本人普遍政治冷感的 你說給日本人支持你周庭 你們都不要這麼冒陰 那個年輕人傻的 你不要找各國的元首一齊 讓她要 原來我很美女的 所以現在 不化妝不敢出街了 如果不化妝 都要戴口罩和戴眼罩 那我這麼冒陰 玩死的年輕人 還有 你日本那邊 你整個旅遊業 整個旅遊業連帶出來的其他經濟和業務 大半都是我們中國人送過去的 我麻煩你現在進入RCEP 乖乖的 你現在日本是不是每天都過千單 你自己都 不要這麼沒陰功 害了自己的子民 他們想賺錢 所以呢 反正大家RCEP 大家應該坐在一起 和氣生財 不要再搞那麼多無謂事 不過說起RCEP 這些始終是世界規矩的東西 我心裏 當然很希望 在RCEP 大家 尤其是我們中國做到RCEP GDP最強 和人口最多的國家 希望可以 真是一個東邊這邊 有一個經濟圈 大家一起賺錢 大家一起搞好民生 這件事其實 最想 見到的東西 但是 但凡去到國際規矩的東西 我肯定 尤其是日本 和澳洲 紐西蘭 這些地方 始終是親美的 可能美國也會透過 他們這些馬 這些真的是馬 香港的狗 不要說他們 這些馬 去玩這些世界規矩 影響中國 說就一起做生意 但是有規矩 這些規矩可以 很無靈兩可 這些規矩可以 拿回頭來 去鉗制中國的發展 不過中國今時今日 都不是以前的中國 將來可以見招拆招 最重要就是 我們中國人 最相信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坐在一起和犧牲 從來都沒有想過侵略別人的 不過我看到一件事 我撇開經濟不說 我撇開政治不說 我看到一個千古不變的道理就是 最近這些 這些那麼少的事情 我全世界都在 多多說說 發聲 我看到一個千古不變的道理就是 在大自然裏面 哪隻最廢得大聲的動物 其實是最害怕的 小小東西都廢餐飽 很有反應的 就是最害怕的動物 可以看到 中國 在別人眼中 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跟著要說的就是 屯門區區議員 盧俊宇 成功轉型 轉了行 做一個小說家 話說他就說到 自己在今個月的21號晚上 就在元朗的鳳遊北街 走走走走的時候 就遭到警方的截查 期間警方抓住他的雙手 就拉了他進封鎖區 跟著 就說到被警方 就很大力地抓住手 令到他有點痛 之後就說到 有警員 用粗言慰語去恐嚇他 這個屯門區區議員還說到 警方在搜查他的個人物品之後 就無理地把他帶回元朗警署 還要不讓他找律師 但到最後 就找不到任何的罪行 去charge他 之後就將他無條件釋放 這件事就上載了他的 社交平台上 引來很多人的討論 但是當他打這篇文的時候 就打少了幾個字 就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因為其實以上他說的東西 原來全部都是作的 警方昨天晚上就澄清 指導他看過這個 屯門區區議員的這篇文章之後 就說到 其實這個盧俊宇 從來都沒有在21號的晚上 出現過 或者是進出過元朗警署 以今時今日的科技 以及一些記錄 其實很容易查到你有沒有進出過 周圍都是CAM 又做記錄又有口供 怎麼輪到你說謊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 這些黃區議員 腦子真是生壽 而警方也都說到 有些個別的傳媒 在未搞清楚事實的時候 就去大肆宣揚 我相信他指的是這個 《生果日報》 因為《生果日報》也有 轉載這單新聞 警方都很大方 就沒有說《生果日報》什麼 他只是勸《生果日報》 在事情未搞清楚之前 就切勿人運益運 以免淪為這些黃區議員的喉舌 誤導讀者 相信經過 這段時間的事件 大家都看到 又有黃區議員被捕 涉嫌這個政府錢 去搞選舉 亦都有這些 說謊的黃區議員 去作故事 轉行做小說家 自從去年的區議會 有很多這些黃區議員 大家都有聲音 就是 這班人 根本就是不務正業 搞到區議會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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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今天有一個疑似黃官的物體 竟然將一個 在搞事現場 當場被捕的人士 又說到他沒有罪 我們現在就告訴大家 當日發生的事 就讓大家在心裏面作出一個 決定 看看是否正確 話說這個被告就叫陳曉松 他在去年9月15日 在灣仔的時候 被拘捕 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 就是9月15日 當時灣仔的地鐵站 就被這些搞事者 搞到整個撻著了 當然警方就要做事 去拘捕和拘捕這些搞事者 大概在當日的5點左右 有警員巡邏至莊士敦道 和太原街交界的時候 就看到一名男子 手上就裝著一罐液體 然後就把這罐液體倒去一個玻璃瓶裏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在做什麼 警方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立即上前追捷 那個人就走了 到最後都捉到他 雖然他就把兩罐液體放在地上 但是 當捉到他的時候 他手上依然是拿著一罐黑色的噴漆 當然 順便搜索他的袋子 看看有什麼 就發現到他袋裡 有一把信用卡型的 摺 工具 用來這樣寒著人的那些 嘟著人的那些 嘟著人的那些 還有一把 萬用工具 也是嘟著人的那些 便銀的那些 亦都有三條索帶 一盒火柴 和一部無線電通訊器 當他被人拘捕的時候 灣仔地鐵站剛好就被一群搞事者撤著了 而他身上又發現這些物品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跟這件事件有點關聯 怎麼都 那我們就看看法官怎麼說 昨天裁判官崔美霞就說到 沒有證據證明 這個灣仔港鐵站被撤著 是跟這名被告有關的 控方不能夠證明被告身上 有剛才我所說的物品 就說到這個人是有嫌疑的 即使有那些 含著你那些工具 也好 因為被告他的兼職工作 是裝陷電腦的 所以他身上有這些工具 其實是很正常的 裁判官又說到 警方追著這個被告人 曾經有兩秒的時間 視線是受到阻擋 因此 你不能夠證明 在那裡混來混去 將東西 倒入玻璃瓶的那個人 就是被告 所以 從種種證據顯示 被告 裁判官是裁定 無罪釋放 我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就聽完這些判詞 所以 就是為什麼說呢 我們的司法改革 是刻不容緩的 最後一件事就是美國正式宣佈 推出這個開放天空條約 這個開放天空條約 其實就是在1992年 由美國 和主要的北約成員國 和俄羅斯 一起簽署 整個時間就大概是 剛剛蘇聯解體無奈 俄羅斯成立 加上 冷戰 結束之後 無奈 這段時間成立 條約的目的 就是促進友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整個計劃 本身就是約束著 大家的偵察機 去偵察 這些簽署國的時間 就要遵守一些條款 條款就說到 所有有份簽署的國家 在履行這個條約的時候 那些偵察機 一定要 有被偵察國的軍人 在你的飛機上 那裏監督著你 亦都要 跟被偵察國 一起商討一下 那條飛行路線 以及在哪個機場起降 聽起來 這些實質的行動 比較小 都是像一些 乘以上的協定 因為實質你都偵察不了什麼 如果有人盯著你 那整件事有份簽署的國家 都很明白這個意思 誰不知 美國就出了一個天才 就將整件事打破了 而這個天才 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就說到 其實簽了這些條約 都沒用 如果我要偵察一個國家 的軍事行動 那我拿人造衛星就可以了 要不要簽署這些條約 拿去偵察機 走去偵察 大哥 鬼不知道嗎 這個條約 剛才我都說到 都是象徵式的和平意義比較多 你現在竟然走出來 將這些全部摧毀 除了俄羅斯說不妥之外 連北約 親西方的歐洲國家 都說到特朗普這個舉動 簡直猶如白癡 不僅如此 特朗普還會知道 接下來他就沒得做 拜登就上場了 他明知道拜登接下來就會上場 他還把這些 專用來履行這個條約的一些飛機 賣走 因為其實這個條約也都說到明 不可以有 掛有武裝的偵察機 去執行這些條約的偵察任務 所以各個國家 亦都打造了一些 專用的飛機去履行這個條約 誰不知 特朗普就玩攬炒 直接把這些飛機賣去 到時拜登想加入這個條約都沒有飛機用 可以說到拜登 就這次被特朗普吹脹了 我相信接下來特朗普的攬炒行動 就陸續有來 遠遠就不止這件事 但怎樣也好 我們就繼續剝花生 接下來就拭目以待 今天我們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新開的Facebook Facebook 2.0專頁 連結就會在下面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拜拜